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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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 今天的经文在以西节的最后了 48章最后这一段 那其实整个以西节书的48章 其实是整卷以西节的 以西节书的一个总结 其实整个48章就记载了 以色列12个支派如何得地 然后怎么分 那其实跟那一段时间的分野兰之后 那其实跟以色列人原本出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 那这一次呢 如果从经文看是平均的分配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先读今天的经文给大家听 以西节书48章21到35节 圣公帝连归城之地 两边的余地要归与王 公帝东边南北二万五千轴 东至东界西边南北二万五千轴 西至西界与各分之地相同 都要归王 圣公帝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 并且立位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 这两地在王帝中间 就是在犹大和汴亚敏两界中间要归于王 论道其余的支败 从东到西是汴亚敏的一份 挨着汴亚敏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缅的一份 挨着西缅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撒迦的一份 挨着以撒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部伦的一份 挨着西部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迦德的一份 迦德的一份 迦德的南界是从塔玛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 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 这就是你们要粘究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 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分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城的北面四千五百轴出城之处如下 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 北面有三门 一为流便门 一为犹大门 一为立位门 东面四千五百轴有三门 一为约瑟门 一为汴亚敏门 一为淡门 南面四千五百轴有三门 一为西缅门 一为以撒加门 一为西部伦门 西面四千五百轴有三门 一为迦德门 一为亚瑟门 一为拿佛塔利门 城市为共一万八千丛 从此以后 这城的名字 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 以色列按着支派 好像重新的得地为业 而且建造一座圣城 神亲自与他们同在 与他们同住 这是何等的恩典 跟何等的荣耀 从建造会晤 一直到建造新的圣城 神的心意 一直都没有改变 神就是一直很渴望 要跟他的百姓同住同在 而且享受神 享受每一个他的百姓 对他的敬拜跟尊崇 所以在以西节书 这一章的结尾也是 好像神就揭示了 他的终极计划 他把这个意向 这个启示 让以西节 好像就是这样的领受 然后传递出来 记载下来 就是重建新的耶路撒冷 与他的百姓同在同住 这也给现今的我们也知道 这就是神的心意 他就是渴望跟他的百姓 跟他的儿女同在同住 这真的是我们也可以一起领受 这么大的恩典 跟这么大的荣耀 以至于以西节书 最后的这一节竟然说 这城的名字 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那只是当讲到这里 我们也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我真的渴望与神同在吗 你真的渴望与神同在吗 真的渴望是与神同住吗 神是这样子的圣洁 不能容许任何一点点的罪 是这么样的洁净 是这么样的充满着慈爱 可是我们从以西节也可以看到 神也是这么样充满着公义 那我们真的想跟这一位神 同在同住吗 这真是我们里面的渴望吗 那个同在跟同住 不就不是我自己想怎样活 我就怎么样活 在同住的当中 我有什么生活习惯 又讲到同住跟同在 不是我们可以怎么样 就想怎么样 而是真的要照神的心意 祂是主 祂是王 祂是神 每一位家人 这是我们里面真的可以问自己 我真的渴望与神同在跟同住吗 想到这里就突然想到 其实我们以西节今天要读完了 其实我们将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从十月中开始一直到现在 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读完了整个以西节书 其实以西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 就是常常会出现的就是什么 人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怎么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一句话 这个固定的这一句 其实在整个以西节书出现了五十多次 所以当今天我们要把以西节整个都看完了 四十八章都看完了 我们真知道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吗 真的知道吗 所以今天有三点跟大家的分享 就不单单只是今天的经文 其实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从整个以西节书四十八章 我们整个看完了 我们真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吗 当最后以西节结束在 要跟神同在同住 我们真的渴望跟这样的一位神 同在同住吗 其实以西节书总共四十八章 其实主要也就是有三个主题 是以西节这位先知在传递的 第一个呢 其实从第一章到二十四章 他传递的信息就是宣告耶路撒冷就要沦陷 耶路撒冷就要沦陷了 就要亡国了 那第二个呢 是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 是以西节在传递有攻击外邦列国的信息 这是第二个主题 第三个主题就是从三十三章 一直到今天结束四十八章 是预言了以色列将来的复兴 所以就从这三个主题今天有三个跟大家分享 关于以西节的部分 第一个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神会审判自己的百姓 神会审判自己的百姓 刚刚说了从第一章到二十四章 是以西节在宣告耶路撒冷的沦陷 可是当上帝透过以西节在宣告 这些信息跟内容的时候呢 其实也就在传递 就是神 这位公义的神 他会审判自己的百姓 其实这不单单是旧约 在新约彼得前书 你看跟随耶稣的这个彼得大门徒 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七节也说了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 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 是从神的儿女 神的百姓开始的 其实有很多基督徒 以为信了耶稣就不用面对审判 其实这不完全对 应该说这不太对啦 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审判会从神的家起手 其实所有的人将来都要站在 基督的审判台前 上帝会先审判 他自己的儿女跟百姓 而且是用更高的标准 这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不是只想到 上帝的爱 上帝的怜悯 当然这很重要 可是还有一面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从以西节出可以看到 上帝仍然是审判了 以色列百姓 可是上帝也仍然充满着 慈爱跟怜悯 不断不断的好像透过先知 打发先知去跟他们讲 只是他们一直没有听 一直没有听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第一点 神会审判自己百姓的时候 不是马上好像就是恐惧跟害怕 而是求神光照 我们可以先思想 有没有神现在在透过的环境 透过的领袖 或者透过教会 甚至是信息在对我们说话 是我们还没有改变的 或者说我们硬性一直不听了 听了还不改变 我们不知道哪一次是最后的机会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 神会审判自己的百姓 不是让我们觉得很害怕 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 神是公义的神 还有神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王 我们有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生活呢 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 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有没有照着这位 神的心意而生活 不管是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行为 求主帮助我们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一起思想跟学习的 再来第二个 刚刚讲了以西结书 整个很重要的第二个主题 从25章到32章 讲到会好像在传递 攻击外邦列国的信息 其实可以第二个 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跟领受的 就是神会为自己的百姓申冤 神会为自己的百姓申冤 虽然刚刚前面第一点讲到 神会审判自己的百姓 可是其实正因为神是公义的 所以神也会为他的百姓申冤 这也会让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平安 因为在以西结书中间那一大段 其实是针对以色列周边 很多的国家的一些审判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 不单单是旧约 新约也是这样子的教导 保罗在罗马书12章19节这边也说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当他的百姓被人家欺负 上帝会帮助我们申冤 我们不用不必自己报仇啊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面对可能各个团体 或者各个人 其实老实说很不容易就是有些人就是会可能会恶待我们 可能会对我们很凶很有情绪 甚至有些人会恶意的嘲笑我们 甚至可能逼迫或者攻击我们 可是神教导是我们不需要报仇 上帝会替我们申冤 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面对到的这些事情都交给神 不管是我们觉得被人恶待 被人苦待 或者被人嘲笑 被人欺负 被人伤害 上帝说我们把这一切都交给他 他会替我们申冤 所以我们需要记住 如果有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反而应该怎么样 我们需要怜悯他们 因为如果上帝替我们申冤 那我们真是要怜悯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 是神的儿女 上帝会替我们伸张公义 所以难怪圣经教导是什么 我们需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为咒诅我们的人祝福 为什么 因为神会为我们申冤 神为我们申冤是更有果效或者说更好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从以西节书来看 神会为自己的百姓生 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交给神 再来最后讲到以西节的33章到48章 是整个预言以色列将来的复兴 其实第三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学习的就是 神会重建自己的百姓 神会重建自己的百姓 其实整个以西节书这样看下来 两个月我们这样整个看下来 会知道他的百姓遇到非常大的 可能遇到审判 遇到很大的困难 遇到很大的什么 可是神仍然会施行救恩 会把人从苦境转回 那神真的在意的其实是什么 都是人跟他的关系 即使讲到说神会重建他自己的百姓 就像今天的经文 神对以色列有整个复兴的计划 甚至有整个重建新耶路撒冷新圣城的计划 可是重点还是 神很渴望跟他的百姓同在跟同住 求主帮助我们 这是神最在意的事情 让这件事也成为我们最在意的 我们真的在意 我们真的渴望的是要有神的同在跟同住 还不是神的祝福跟恩典 有的人可能想要的是神的祝福 想要的是神的恩典 想要的并不是神真的当生命的主 而是只是想要经历神的大能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想要的是神的同在跟同住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是主我渴望祢的同在 主啊我想听祢的声音 主啊我想顺服祢的话 主啊我想讨祢的喜悦 不是我决定了我想怎么做 我要怎么做 然后神祢帮助我 祢祝福我 让我可以更丰富 让我们不是这样的次序 神真的在意的渴望的 是与祂的百姓同在同住 让我们里头真的最深的渴望 也是要与神同在同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到祢的面前向祢感恩 能够默想祢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 主啊感恩我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以西结书48章 从头默想到尾 主啊我们知道祢是慈爱的 祢也是公义的 主啊祢都有美好的作为 会在祢的百姓当中 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祢 而且不只是认识祢 真把祢 真的尊荣祢是我们生命的主 主啊让我们一心 就是渴望祢的同在 让我们一心就是要讨祢的喜悦 让我们一心就是想要更多的连结于祢 求祢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也祝福我们 每一个家人 今天是有一个得胜的一天 是一个充满着恩典 恩高恩宠的一天 愿祢继续的施恩 引导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优优独播剧场——